南韓總統尹錫悅現在也出訪 介大使 現在怎麼好像 我如果要比較 岸田文雄跟尹錫悅的話 還發現有個共通點 就是他們的 國內的民調支持度 是節節的往下掉 往下掉是不是就要靠著出訪 才能夠增加自己的聲量 累積自己的分量了 好 我們講到尹錫悅好了 去哪裡呢 去阿聯酋 然後四大領域要加強合作 核電能源投資軍工 會後雙方簽了13個備忘錄 那當然也有企業界的代表 共同一起參與了這一次的出訪 那麼阿聯酋的總統也說 在南韓會投資300億美元 這是一個可觀的籌就嗎 再來尹錫悅還特別在這一趟 去慰問了韓國派駐在阿聯酋的部隊 好 介大使怎麼評論 這次尹錫悅的表現 其實韓國的制度 他是總統五年一任 然後除非他有重大的政治事件 他事實上他這個五年還蠻穩的 而且韓國要通過彈劾案 也不是不容易的 所以他這個五年 雖然他的民調直直落 可是他的處境還是比岸田要好一點 岸田是內閣制 他這個總理的位置沒有尹錫悅穩 比較不穩 所以尹錫悅已經犯的錯誤要比岸田多得多了 他的犯的錯誤多得多 那可是他現在還是 常常就變成就是說 國內做不出成績 就到國際上去尋找掌聲 然後給予韓國這個社會 韓國是一個強大受人家尊重的這個國家的這種形象 我覺得就對他國內可能沖一沖洗 可以把他的這種低迷的民調拉出來 那說實話去瑞士 Davos這個說實話 對韓國來講他不是主角 不過就是說Davos這個 達沃斯論壇 達沃斯論壇 他當然有一些就是說 就跟這個企業界的人能夠看到各個國家的這個政治領袖 他有這樣子的一個節目 所以我覺得 在這種 這種這個國際論壇 他都是不斷在持續邀請這些元首去的 那大部分是所有元首會去的 那尹錫悅 可能文在以前也是受邀 他就沒有打算要去 那麼尹錫悅大概一受到邀請 他覺得 當了總統出國再風光一下 我覺得他也算計一下 對他的政治 在國內的政治聲望是有幫助 他就去了 其實Davos是一個沒有門檻的 可是呢 這個去阿聯酋 這個投資項目很多還是有關石化業的 所以事實上的話 這個阿聯酋對於這個 跟這個沙烏地阿拉伯一樣 他現在世界各國的投資 都還是跟這個石化產業有關的 所以雖然數額相當大 可是呢我覺得 基本上也是阿聯酋 他們現在阿拉伯國家 產油國 他除了產原油之外 他也往油類的加工這個行業 不斷的在賣進 你看他在很多世界上 包括在中國大陸投資 基本都是跟石化有關的 好 不過其實 站在阿聯酋的角度 會不會啊亮哥 他是著眼在南韓的科技 譬如半導體呢 那另外一方面 南韓在看著阿聯酋 會不會也知道說 阿聯酋可能也想要買一些武器 南韓是不是想要 借這個機會來談合作 輸出南韓的武器 來給這個阿聯酋呢 你不要小看韓國啦 事實上阿聯酋那個杜拜塔 就是現代建設蓋的 然後那個韓國的核電廠 他雖然跟台灣是同期發展 人家已經賣到世界去了 那個中東的核電廠 有400億美元是韓國出口 是 所以那你剛剛講軍工 軍工當然他也有一些產品 所以 所以基本上都會包括在內 就韓國確實有一些 是阿聯酋需要的 因為他不可能都去跟中國賣 因為這樣太敏感了 所以他可能會分部分來跟韓國買 那核電廠我估計 本來就有合作 那這個剛剛傑大使講得很對啦 就是實化那個人員 原油就牽涉到它的中下油的發展 那這個韓國的實化也也可以提供 所以本來就是合作面是很多的啦 這個部分韓國比台灣要強太多了啦 就是它的工業的合作的項目 它是非常多面的 是 所以拜登出訪中東國家的時候 好像就不像這個 這麼會有實質的成果 報回南韓去嘛 那拜登報回美國了什麼嗎 因為 因為主要他們是金融合作 就是他們會有主權基金嘛 是嘛 所以其實 現在你美元到處亂制裁人家 所以人家海外的美元資產在減持啊 所以美國現在跟中東合作的項目 真的很少啦 所以你習越在這邊這一局 會不會讓拜登在旁邊看的不開心 沒有辦法 因為他能夠提供的美國不一定有 美國東西一定比較貴啦 我說實在啦 比如說核電 核電為什麼中東會用韓國的 因為它真的比較便宜啊 當然是這樣啊 好 那現在問題是 現在韓國也在頭痛一件事情啊 就是大陸現在 這個旅客要到韓國嗎 都說不啊 不想要被掛環牌啊 不是啦 現在就是有情緒嘛 對 可是毛鄰也沒有把話講死啦 因為韓國基本上 我覺得這個算是 就是民粹啦 然後讓某個技術環節過當 然後惹起了很多情緒嘛 可是我並不認為中國要跟韓國交惡啦 除非薩德飛彈 那薩德飛彈如果他 進一步要裝第二套 那就沒解了啦 可是只要不碰到薩德啊 我認為 中國大陸應該會願意跟韓國來往 撇開薩德不說 那核彈呢 他想要發展他的核武了 那個也不是針對中國啊 是 就是都說是針對北韓嘛 當然啊 對 那半年內 專家說半年內可以裝備核彈了 南韓如果決心發展 這是首爾大學的教授說 我認為是啦 因為韓國的核電 大概佔它總發電量將近30% 所以它的核濃縮啦 基本上那些原料是有的 那只是說它要不要迅速 可是問題是它會產生一個正當性問題啦 就是那你在抵制北韓你是在抵制什麼啊 那還有美國是不是要比照同一個標準來制裁你啊 然後國際原子能容署怎麼對待這個case啊 所以這種話通常都是政治白痴講的話 那那種喊核不擴散 或者核不擴散 基本上這是一個教授嘛 就是個理工科的蛋頭嘛 這個真的要進入決策程序 就要考慮國際制裁了 我並不認為韓國敢這樣做啦 不敢啊 是是 好 不過介大使 那剛剛我們談到的就是韓國 你看看喔 韓國啦 日本啦 現在還不鬆綁嗎 對大陸旅客還不好一點嗎 你看韓國的防疫部門 說離室內脫口罩都不遠了 說除了海外變種病毒流弱風險 境內風險幾乎不存在 然後呢看到他們的這個疫情 看起來也慢慢有趨緩 這邊有數據 那日本呢 日本更是如此 你看日本厚生勞動省 截至12號為止 過去一週大陸入境遊客的陽性率 怎麼樣呢 比第一週的8%又下降了 下降到只有3%了 看到這樣子一個低的數據3% 那還不趕快鬆綁嗎 結果現在你看他遲遲沒有動作 反而就因此中國大陸 現在對日本呢再加碼了 你看是駐日大使館 要日本的旅客入境要攜帶 48小時紙本陰性證明 以前是只要有電子檔 現在不行 請帶紙本來 這不就更嚴了嗎 這大陸的態度非常的堅定 所以難怪謝峰副外長要說 這種做法反至理所當然 大使 當然就是說你要必須要不斷的施壓 這個施壓不能一步到位 你要一步一步施壓 讓對方覺得 感受到這個損失的時候 他自然會調整他的政策 那就是說你看這個在日本呢 有關中國的旅客的陽性率 只有3% 還有一個最重要的 陽性如果都是BA5 這種病毒的話 那就完全沒有必要做任何 額外的防疫措施 那美國現在這個所謂的 BXX的1.5 這個變種病毒 已經在美國感染的比例裡面 已經高達4成了 已經4成了 那這個人家已經在美國 已經開始大流行了 而下一波就在歐洲了 你現在防的 你防的那個你自己 你社區裡面老早就有的 這種BA5 BA7 有什麼意思 你要防的是那個BXX的 1.5這種變種病毒 那都在美國 而且還要往歐洲跑 中國大陸請問一下 你去查一下 那個3%的陽性率 有多少的比例是變種病毒 非常低 那你對你跟你 自己社區內同樣的病毒 你自己老早就形成抗體 過了免疫 對 群體免疫的 你有什麼好防的 還額外防疫措施 你要防的是變種病毒 全世界的常識都知道 那你對美國來的旅客 你有做的比其他地方旅客 來更嚴格的要求嗎 沒有 所以這種國家 將來以後 它這個BXX1.5 這個變種病毒大流行的話 它就不要怪別人 所以我是覺得 防疫本來就是一個科學的決策 那你現在變成政治決策 捕風捉影 然後你的證據在哪裡 而且你的依據在哪裡 這個已經下降囉 這個數字已經下降到3% 都已經好幾天囉 然後日本還是無所為 這完全沒有任何的作為 所以就莫怪 這個中國大陸要再出手了嗎 對啊 日本我想 日本的自己觀光業 應該都很餓吧 中國大陸在日本的觀光客 那個採購力跟那種 那種數量 是過去讓日本的這個觀光產業 受惠甚大 不止啊 那現在韓國的濟州島 也在說歡迎中國旅客來啊 濟州島需要你啊 那他們要跟影學業 這個政府去反映啊 是啊 對 而且韓國現在 因為大陸現在給韓國的 日本的這個一般的簽證 它都已經開始拒絕了 所以去中國大陸都是商務簽證 商務客 商務客基本上它在 去不了中國大陸 它在大陸的投資 它在踏入要洽談的項目 通通停擺 你這些是去中國 去做生意去賺錢的 中國的光光客還是來 你花錢的好啊 你要這樣做的話 那中國大陸就一步一步 把你的這個限制 做到跟你一樣的時候 看你受不受得了 好 剛剛我們在講 好多的官員都出訪啊 不過現在呢 有個人快要結束 他的訪問行程了 亮哥就是大陸的外長秦剛 秦剛訪問非洲 五國15號最後一站到埃及 埃及外長也說歡迎陸克來 那不知道這個大陸的朋友 想不想去埃及走走玩玩呢 他還說願意跟中國大陸 加強國際跟地區事務協作 推進阿州非洲的合作 而秦剛也強調 會繼續的發展 對埃及基建的投資 跟一帶一路的推進 亮哥如何評價 包括大陸跟埃及的合作 以及這次的訪非之旅呢 埃及那個首都遷移 就是中國在施工 那個有500億美元 事實上秦剛他有講出 那個中非關係的四個要點 你可以看到那個交往的深度 已經遠遠超過美國跟非洲的關係了 比如說他就講到未來要培養的是 跟中央政府啦 然後跟政黨啦 跟各個團體啦 還有地方政府打交道 就是全方位的交往 那第二個就是 中國的民間企業 也會大力的往非洲做投資 事實上中國大陸現在移民到非洲的人 可能有接近200萬人 相當大的數字 所以我認為那個 主要是做什麼 因為有投資 各式各樣 各式各樣 不是國營事業而已 有奇奇怪怪的各種行業 因為我常常在看視頻 一堆人在介紹非洲的中國人 他們真的就是自己去的 而且很多人都是做小商品 或者是做餐飲業 那算中小企業嗎 非常多 也有個體戶 非常多啦 就是中國人那個無孔不入 為了追求個人美好生活的 冒險精神實在很驚人 比如說伊索比亞 伊索比亞也有一大堆中國人 伊索比亞是愛滋病 非常嚴重的地區 一樣一大堆都是老中 那伊索比亞最近幾年都是經濟奇蹟 所以我是講廣義的啦 就是說他包括 然後還有另外就是要建立各式各樣的多邊 跟非洲啦 因為他也支持南非 今年剛好是金磚五國的召集人 那金磚今年要擴容到十國嘛 那還有烏干達是不解盟國家的召集人 反正我看中非關係我就會看到一大堆 以前我不熟悉的事情 就實在是太多了 太多 就是你就知道中國經營之深啦 那當然一帶一路啦 今年也有峰會嘛等等 對 其實我舉個數字你就大概了解啦 那個美國現在跟非洲的貿易 大概只有中國跟非洲貿易的五分之一 大概是2070億對400多億 差很多 差非常多 那中國大陸2018年對非洲的投資 就是600億美元 那拜登不是剛宣佈嗎 三年要投資550億 是啊 你就看落差多遠 所以我是覺得非常困難啊 這藍以 已經看不到車尾燈了啦 所以他現在談的大概就是 他已經談到一個新的概念了啦 所以亞洲崛起之後 就是要輪到非洲崛起了 這秦康講的 非洲 就是非洲要崛起了 那非洲事實上 而且有中國大陸的力量持續在注入 那的力量就會更大 大概 我認為10到20年都是看好的 他平均經濟成長率大概有5%左右 所以他為什麼這個時候會特別需要中國 因為他需要的已經是比較大的基建項目 那美國跟世界銀行已經很難提供了 所以他就有點是從點串到面 然後現在開始變成一個多邊的 非洲每個地方都在搞多邊嘛 是 那大概 你去想一想嘛 連續33年 開年首訪國家都是非洲 對 那是他的傳統 對啊 所以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做到這樣 然後三年 每三年開一次中非論壇嘛 對 這個也沒有停過啊 所以我是覺得 反正就是穩步向前吧 大概是這樣啦 是 介大使 所以接下來大家要特別關注的就是 在今年中國大陸跟非洲要如何繼續推進合作 我覺得就是說他中國大陸現在在非洲 已經是全面性的關係了 而且不是說目前才這樣做的 或者說因為中美之間關係的衝突啊 它是幾十年來就是一個持之有恆的一個政策 那是一個戰略考量 但是很顯然就是美國的官員 接下來也要去非洲吧 對 我覺得不會影響中國的方向 跟中國投資的力度 因為已經差距太大了 差距太大了 你是說他是拉不走的夥伴了 我認為都拉不走的 那就是說你個別國家可能 可是整個大趨勢的話 我覺得就是說歐美已經可以說是失去了非洲 因為這個投資已經不是說三年來如此 或者十年來如此 過去二三十年來都如此 強次以來 對 這個是從毛澤東時代就定的一個國家戰略 它是在戰略層級的 所以這個是層級非常高的 中國要跟非洲這些 亞非拉國家做戰略的結盟 這個是冷戰時 上個世紀冷戰時就定的 海皇XO干貝醬 這款干貝醬裡面真材實料 比方說它有嚴選的大干貝 那麼另外在這個裡面 你還可以吃得到這一顆一顆的 這個鮑魚非常非常的新鮮 而且肥美 歡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798的代碼來上網代購